8月18日杨千华出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活动 分享7月上旬原富缅甸探望艾滋病小朋友的经历 回想起个中难忘的点点滴滴 杨千华忍不住眼红 并表示希望将来有机会带儿子去体验 不过公干后反港的千华就投诉儿子Toris趁他生猪 偏偏爸爸丁子高 他现在会讲一些单英 他会教爸爸他会教爹地 但是他我觉得他应该知妈妈是什么 但是他不愿意去讲 只是老师从前他说爹地 我以为他只是一些没有自觉的发音 后来我发现他会指人一些照片 然后说爹地爹地这样子 所以我内心就很不爽 然后他说你不要再接 不要再喊爹地好不好 你要叫妈妈 妈妈其实很容易 反而他就是懂爹地两个音 妈妈都不会发这样子 醋意大发后千华也曾自身反省原因 除了亲善之行 他还忙于两部电影的拍摄 陪儿子的时间的确少之又少 因此他也计划在电影拍摄完毕之后 平平脚步好好和儿子培养培养感情 因为始终他年纪很少 所以我已经忙了差不多 大半年的时间九个月 没有好好在家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是时候要休息一下 然后养身体带孩子就这样 我觉得不仅是为了生孩子 因为你要照顾他 你要带Torris 也是需要很大的精神 还有体力 母爱伟大 Torris迟早会感受到的 千华也不必太忧心了